据新京报消息,2018年8月,77岁的张玉华因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体检时发现胆囊结石入院治疗,后经检查,被诊断为一线恶性肿瘤可能性大,进行全医切除和皮切除手术。 术后两月余,患者离世。 张玉华的女儿荀杰告诉新京报记者,母亲去世后,她去打印病例才发现,无论是手术前的检查,还是手术中的病例检测结果,都没有发现母亲的一线有肿块或病脏。 2019年8月,荀杰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民事诉讼。 2023年11月,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,赔偿患者家属62万余元。 2月28日,荀杰对记者表示,任何法院判决结果,同时希望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。 荀杰称,她曾向深圳卫健委反应此事,对方因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,决定不再给予行政处罚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